大家好,歡迎收看三分鐘市評 我是李國興 貿戰定貿談?要問特朗普 在未講今天的題目之前 請大家看看恆新指數表現 恆新指數全日跌了499點 收報25680點 注意了,成交急增到超過1000億 今天的成交有1042億 恆新指數今日一度大跌超過900點 大家都知道因爲什麽原因 就是因爲上個星期五 中國國務院商務部 下面的稅則委員會公佈 就說要向750億美國的商品加徵關稅 之後特朗普就報復 又將中國合共5500億美元的商品加徵關稅 消息一出來之後 大家都知道上個星期五晚的夜期已經大跌了 美股亦都大跌了 今天恆新指數跌口低開 大家看看恆新指數今日這幅走勢圖 今天恆新指數一開始的時候 已經是開報25322 可以說跌得挺深的 今天形成了一個大型的下跌裂口 雖然美股時收復部分失地 最低的時候跌超過900點 去到25249點 恆新指數未跌穿 前浪底24900 但是今天收回上來之後 仍然是遺留一個下跌裂口 形成了一個倒營頂 即是倒營底變倒營頂 而為甚麼下午呢 特別是在三點之後 港股反彈得比較厲害 就是因為當時傳出來 都是特朗普說的 有中國的官員打電話給華盛頓的團隊 他那時身在巴黎 因為出席七國G7的會議 打電話去華盛頓 就說願意再重啟貿易談戶 這個消息公佈出來之後 令人產生了一些憧憬 就是不要那麼差 會不會都是有得談的呢 所以港股由低位反彈了幾百點 就是大概全日收復大概一半失地 因為跌曾經超過900點 現在最後跌499至500點 你差不多就收復一半 收復一半失地 是不是已經好呢 我仍然都覺得順勢而行 就是最理想 如果他能夠收復下跌裂口 你才重新再看很多未遲 否則這個還是倒營頂 現在雖然大灣上來 如果他一天都不站在26,000之上 我覺得還是淡淡地的 這個還是黃燈 雖然未至於轉紅燈 我上次都說要跌穿8月15日 這個低位24,900就轉紅燈了 現在呢 上了來就轉回黃燈 黃燈之後呢 他今天掉來都是黃燈 都未轉紅燈 當然更加轉不到綠燈 所以現在呢 都還是觀望 觀望些什麼呢 就是這個貿戰 還是貿談呢 就要問特朗普 因為這些都是特朗普說出來的 整個發起這個貿戰 當天都是特朗普搞出來的 中國回應回去 這次他又加碼這個 反制反制又反反制那些 不停地大家 你來我往過招 但是大家要注意 有幾點在這裡過招的期間 每一次現在都說貿戰 接著又是貿談 就是有得談 好似有得談 每次都說反彈一半 跌幅的一半 今天即使都有一半 其實之前呢 就說這裡 就是又加關稅 一下掉了 接著又好像好一點 因為特朗普說 有部分關稅 就可以押後 這樣又彈 但這裡都沒有一半 其實就是說 一加關稅就下跌 接著反彈一點 接著每次又說再加關稅 其實大家看看 最終究竟現在加了還是沒有加 都是加了 初頭本來500億裡面的三百多億 後來500億 後來再加多2000億關稅 後來又說要加3000億的關稅 一路一路 其實都是一路加關稅 所以其實整件事一路加關稅 一路是 其實有反彈就沒有升幅 都是跌的 今次說有得談 究竟是不是真的有得談 有得談 彈一半 其實現在有沒有 最後有沒有得談 其實差不多都彈了 最多你 可能將那個裂口 再收窄 少少 就不要這麼樂觀 至少這一刻 他們都是說有得談 都不知道什麼時候 怎樣談 每次都說有得談 但每次談完之後 都是沒有結果 而之後再加多些關稅 搞了一年多 還有一個指標 究竟是不是真的會好 就是看人民幣匯價 人民幣匯價如果升的話 當然是好 人民幣匯價如果繼續不停下跌的話 大家都不要這麼高期望 好了 美元兌人民幣 之前五月 跌跌跌跌 這裡回穩一點 大家以為穩一點 接著又再跌跌跌 在這裡好像穩一點 又跌跌跌跌 越來越跌 向上就是人民幣下跌 現在去到7.149 即是7.15 7.15 之後會不會7.2 甚至7.3 7.4 其實如果要加這麼多關稅 補回5% 去到7.3 甚至乎去到7.45 都是有可能的 至少這一刻 都是順勢來看 那個人民幣都是弱的 而人民幣一弱的話 港股其實都比較會偏遠的 走勢 還有一件事 其實如果看著勢 就好像看A股 A股這陣子好像比較好 彈了上去 破了下降軌 但是一天 未能站穩其上 不是三天 不能夠確認 之後現在下來 這個會不會是一個假突破呢 如果假突破的話 你就要小心 它其實會破底地落 至少這一刻 都是未轉綠燈 未能夠成功轉綠燈 是吧 未能夠轉綠燈的話 都是黃燈的話 大家都不要抱有太大的期望著 如果你再說一次 恆子 是吧 現在未收復這個失地 未收復這個下跌裂口 仍然都是倒影頂 所以不要對這個 貿戰轉做貿談 這件事 抱太高期望 人民幣匯價 亦都是一直在跌 不要對這個 貿戰轉貿談 這個情況 有太高期望 上證指數 這個假突破 除非站在其上 站在下降軌 其上三天 最好最好 起碼要收復7月30日的高位 這樣就更加理想 這樣就更加可以扩認好一點 否則的話 不要這麼樂觀 好了 撇除這些貿戰 還是貿談這些因素之外 我們看看美國的經濟狀況 亦都是令人擔心的 Jerson Ho之後 聯儲局主席 說的話 其實大家覺得他沒有什麼了道 鮑威爾好像 都是重複之前 他講的說話 市場希望他說什麼 就是大幅減息 他就不是這麼說 他既然不是這麼說 市場其實 再加上這個貿戰問題 對這個經濟前景 是有點擔心 我說有些擔心 是說得很保守的 其實是極度擔心 為什麼這麼說 就是因為 美國的債息倒掛 10年期債息 應該長期的債息是高一些 短期的債息是低一些 現在倒掛 好 今天 10年期美債 1.449 1.449 跌穿1.45 而兩年期債息 是1.4527 其實是1.45之上 所以兩年期債息是高過 10年期債息 倒掛的 在過去七次的經濟衰退期間 之前都是出現過很準的 所以在今年年底到明年初的某個時刻 美國經濟衰退的機會是極高的 在這樣的情況下 大家都是要保守為上 是吧 好 道指 那現在 這一刻 道指期貨大概升 200點左右 有些刺激 但是是不是刺激得好 我又覺得 其實你在這裡 都是一個環行區 是吧 都是一個環行區 上高大概26,400多 當它264 下面 254左右 在這1000點之間上上落落 你不要說 又反彈200點 覺得它一定很好 直到它走出這個波幅區間 貿易戰的話 會令到 美股下跌的機會較大 固然 現在 美國債息倒掛 怕經濟衰退 也都會令到 美股下跌的機會較大 所以其實市場很聰明 其實就是在估計這些 估計這些東西 雖然今天下午 傳出來的消息 就是有機會 貿戰變貿談 港股期貨 那些現貨 都反彈在那個位置 大概反彈到300點上來 OK 去到跌大概500點左右 因為原本跌接近800點的水平 七十幾點左右 然後反彈到300點 大概反彈到300點 但是 沽空比率 今天 沒有減少 不僅 還創了 歷史新高 今天 港股的沽空比率 是去到 19.8% 創了 有紀錄以來的最高 對上一次的高位是 98年 亞洲金融風暴期間 5月的時候 港股曾經去到 19.7% 今天是19.8% 沽空比率 歷史新高 那些淡油是甚麼 反彈 說得你繼續要沽空 繼續要體淡 在這個形勢下 所以 大家還是要小心 還是要小心甚麼 它不能彈起 萬一真的有很好的消息出現 它彈到上來 你有沒有機會變形呢 是有的 我就不想說 只是一個方向 另一個方向 給大家參考 不要說 如果真的 只能說一個方向 只是一美看一樣東西 很容易 說完 聽完 有沒有另外一個 可能的東西 中美如果談得到 當然我覺得可能性很低 他們如果真的談得到 當然這個如果 就會出現那個如果 就是甚麼 就是會反彈 那就有機會變成這個 頭肩底 這個機會 就不高的 這個途中現在所見的 這個頭肩底 機會不高的 因為暫時 他們暫時談得到 機會也都較為低 還有美國 經濟衰退的可能性 比較大 還有人民幣在下跌之中 所以這個可能性不高 只是供大家參考 如果談得到 它衝上去 衝破頸線 頭肩底反彈 但是 不要期望著 這個那麼高的可能性 相反 仍然都是要看著 這個倒營頂 怕它彈不起 這個可能性 較為高 好了 今天分析就這麼多了 多謝大家收看